又來到樓市新觀點這個環節 我們每一集都會用樓市主題出來和大家探討一下 招救請了我們的嘉賓 就是第一集團董事魏心儀 Hello Angela 你好 你好Pathy 而新一輯我們會請多位一位嘉賓 就是多角度探討的話題 所以今集還有另一位嘉賓 就是利家國地產總裁廖偉強 Hello Willi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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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不如我們今集就說說空置稅這個話題 先問一下Angela 你覺得推出空置稅之後 會令市場有什麼變化呢 空置稅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因為有空置稅之後 政府就可以規管發展商的銷售手法 避免它團職居期 當然有空置稅 如果發展商來說 它是有一些一手貨尾 又或者有些單位沒有賣的話 它就要避免跌入空置稅 就要盡快拿出來賣 短時間之內 相信就會令到一手樓市的供應 是會有一些增加的 但是再加上就是如果發展商的貨尾 如果它是想促銷的話 它可能有機會就要將樓價向下調 令到樓市有壓力 是的 Willie 再問一下你的意見 你覺得如果推出空置稅有什麼變化呢 我跟Angela的觀點有點不同 我覺得是有利有不利 因為空置稅方面 令到發展商可能拖慢節奏 在OP減慢 他們自己申請OP的時間 當然有利的話 有壓力給發展商 可以加快促銷的動力 其實空置稅來說 令到很多發展商方面 其實有很多方法 令到它可以有些新的手法 令到可能它可以奏回空置稅的變化 即是正如當年2010年 政府推出的辣椒 很多人都認為政府辣椒是有效 實質來說 在這十年八年之間 樓價每一年都是上升 你看看歷史過去來說 是每年的樓價都是上升 所以我覺得空置稅來說 就未必說完完全全 是令到很多發展商來說 是一定會便宜的單位 好 那再問一下Angela 空置稅 你又覺得會帶來什麼影響 其實是的 因為長遠來說 其實在空置稅方面 未必是可以幫到 一直都可以提升到 那個單位供應的數量 為什麼呢 的而且確 項目的發展步伐 是會採用在發展商的手上 它是可以調控到 那個項目的發展步伐 來調整那個 單位的供應量 如果市場是好的話 就是慢慢拿出來賣 快點起好它 但是如果市場比較低的話 它可能會起慢一點 所以長遠來說 就未必是即時可以說 帶到很多一手的單位的供應量出來 反而另外有一個情況會出現 就是那個樓價 因為如果那個發展商 它是需要將項目加快 或者是減慢的話 它是要有些成本的 例如可能是建築的成本 項目的顧問的成本 再加上銷售的成本 這些錢其實都會影響了樓價 加了下去 當然承受的就是買家 好啊 Villy 你也有說到 你的見解就是有利有幣 你又覺得對於整個樓市有什麼影響 當然部分情況加快了發展商推判的部分 我覺得對於中小型單位是絕對好的 不過去年政府在大概5月、6月上下 推出這個空置稅的預算 其實當時它說有九千多伙 實質來說 它連接所有的當月份推出的單位都計算了 實質好像到今為止 能夠跌入空置稅的情況 香港那些單位來說 其實都是說三、四千塊左右 實質來說 香港的空置單位的數量來說 就不是說真的這麼多 所以來說 它這個做法就是希望 可以加快了轉流的方法 因為政府從來都是土地缺乏 需求又很大 所以它才有這樣的計劃 不過我個人覺得 空置稅來說 就不是說真的可以令到 那個促銷的數量和時間會加快 是 那Villy就想問一下你 你也有提到空置稅那件事 但有些分析就說 會不會將樓價轉介到 就是給消費者或者業主身上 你會不會呢 這兩個角度看 第一個角度看 如果市不好了時 就發生商的成本因素 就是空置稅平均來說 一年大概是加重的成本 大概5%左右 在那個市不好了時 發生商為了減散成本 是真的會加快速速消的 相反來說 好像現在的市又開始好 好好的一段時間來講 發展商的步伐方面 就會拖慢一點 它寧願將空置稅的成本 可能會加添它自己的銷售成本 令到市民來講 可能在賣樓方面 就會更加會貴 是 但會不會有些分析 就說會劈價 因為它要有一個空置稅 要急著賣樓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剛才也有提過 現在市升的時候 我相信發生不會 因為你每年的樓價的上升 能夠抵消到空置稅 你看到去年全年來講 在第一月到六月之間 樓價其實上升了差不多有成本 你想想空置稅的平均成本 都是5% 反正將成本打下去的話 它仍然是有利可圖 好,謝謝Angela和Willi 今天這麼詳細的 這次節目時間有夠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